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要用今天所学的这个句子了 心 心在这里是一种礼貌词 含有请的意思 它通常在请求的动词前面表示非常有礼貌 即就是姐姐 也是人称代名词你 这则是等候 除了者我们也可以用得 得意识跟者是一样哦 某是指一 某柱在这里就是指一点点一下下 所以我们可以说 如果想表达更有诚意的 那就可以说成 心 着 某柱 心 着 某柱 或是 心 得 某柱 除了用某柱 在越南语中 在越南语中 我们还可以用 某柱 一下下 某柱 或是 某柱 一点点 某柱 来代替什么 某柱 因此 因此 着 某柱 或者是 某柱 柱 或者是 某柱 都是一样的意思哦 不过 在这个句子 心 着 某柱 也有人说 心 着 柱 柱 或是 它会讲成 心 着 柱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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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是 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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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是指 一下子的意思哦 大家都了解了吗 我们开始来练习 短句中的句子咯 心 着 柱 柱 心 着 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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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辛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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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靳雲 你學會了嗎 當然囉 請老師聽我說吧 辛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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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 再講一遍好嗎 辛子 辛子 好棒喔 辛子 辛子 是的 每天聊五分鐘 我們就學會越南語 我們明天見 Hang up line